我想再次告诉大家 川普总统如果说是百分之百是全的话 那就百分之百 如果有百分之一万的话 那就百分之一万 一定会赢 在美国的超限战 蓝金黄 以及在媒体界的潜伏和收买 将大白于天下 爆料革命 又要走上一个新的阶段 咱慢慢看 神险杨孤险大险 咱走走看 咱走走看 只要有一个州 到参议院纵议院说 我不确认这场选举 结束了 任何一个州打破有非法选举 有造假 结束了 川普想不赢 那都不幸 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是美国的川普总统 不要忘了 那个软件的根本发源地 就是文贵作为第二大鼓动的 北京大学方正集团的方正科技 方正科技是这个 都米尼的软件的笔主 先祖 还有方正科技拥有中国文字原代码 所有的一切 包括排版 文中国的汉字排版 原代码 所有都在方正科技手里 那不是开放 那是国家安全计划七八四 所有的国家长期发展 国家战略 国家安全 国防 叫做315国防计划 里面的核心组成部分 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情报力量 国防的核心中间力量 中国发导弹 发文件 中办发任何绝密文件 一切一切都在方正科技这个技术里 我想告诉大家的事情 没有新中国联邦 没有爆料革命 美国人醒不到现在这个样子 美国总统这场选举的影响 对美国总统这场影响 和美国灭共的决心 和它对情报的掌握 没有爆料革命 没有新的不可能 绝不可能